大家好,我是班达帅,欢迎收看本期大观战来观战一把蓉蓉的鱼女 哦,遇到了她的两个好哥哥 小果冻四八级 还行吧,鱼女打这套阵容我觉得还行 抓能抓,打能打 球者这边其实操作空间有,但不大 面对蓉蓉的鱼女的话我觉得不大 当然我觉得蓉蓉如果掏蜘蛛 其实打这套阵容会更好打一点 哎呦,这边小果冻这个磁铁失误了 给了一刀,这刀给上 这水气还茫茫多 她这飞轮还有十几秒 这波收叉直接带你走啊 那你也没磁铁,飞轮没好 哎呦,完了 出大事情 这看待员是不能这么早倒的 这套阵容 当然啊,因为是狼人嘛 所以一切还得再看 但我觉得这个阵容这么快倒 穷者本来想说的是已经不具备真胜的能力了 就只能往宝瓶方向想 后来品不对 狼人 已经打过我多少次脸了 脸都肿了 这边先烙水气打一刀 好人 稍微尝试一下对吧 万一有个震慎嘛那最好 没有嘛就直接打了 这里的话 有闪现 看待员这边穿洞 我跟洞 这里 哎 这个洞 487这边做了一些小动作 但还好吧 于你这边的话 因为它的一个回游状态没有结束 所以说这边一个冲刺 跟过来 闪现一刀带走 还行还行还行 如果说不是这个回游状态加充刺 这波距离拉的还是非常开的 这个两连洞 又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细节点啊 就两连洞就是专门来骗你监管者 对吧 我先穿一个洞 然后我仍不 我仍走了 然后你头部穿一个洞 被晕住了以后 直接对吧 被吸到另外一个洞里面 嗯 入恋思想来救人 还行吧 并且不是二戒与女的话 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救下来的 一个冲刺 没冲到 手插 水汽油 看待员这边 练刀带走 好的 这入恋思可能也得吃 诶 飞轮顶掉 那也行嘛 飞轮顶掉的话这边 入恋思没飞轮了 后续还是好抓 二戒与女 祭司这边想连大洞 这大洞应该是连上的 连上的话 我觉得容容这边 应该是先把这大洞打了 然后再去追着入恋思 入恋思这边被击倒 应该是只能直接叫灵鹫了 不太可能去 叫 虽然说祭司有薄命 但不太可能叫祭司来救人的 这个祭司来救人 这祭司第一不够 第二呢就是不一定救得下来 嗯 这把我觉得小火灯的勘探员没有能打好 所以说整个节奏已经是蛮崩的了 水气一包 这边差不多必死伤害了 收 好的 这里的话你只能被迫出水气 你要没飞轮的 明知道你没飞轮的 这边你被迫出水气 先给你来那么一刀 好这边他想包一圈 他想包一圈 这种人很坏 他想包一圈 因为这边的话确实可能可以形成一个水气的一个屁环 收叉应该是带走了 挂上 也没必要挂地压室了 就直接挂上吧 挂上反正你是直接交入恋的 这个位置我觉得不太可能让祭司来救吧 祭司太远了 直接交入恋了 交完入恋我们算下密码机 机子的话呢 你说不够嘛 确实不够 但是如果说这波入恋是交完灵救 他能够拖也拖 比如说开个车什么的 有没有说法 现在博命状态还开不了车 这波他如果能直接开车我觉得有说法 开不了车 那只能看祭司这个博命能不能拖够了 算一下算一下 讲道理呢 这边是他遗产机 不是遗产机 我觉得也差不多够了 是他遗产机就有点尴尬 甚至这边干嘛呢 融融挂上以后 直接切尸肠都有可能 他挂上以后尸肠一脚踹 来你们打 想怎么打怎么打 对不对 这台机子有点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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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想抢 能抢开吗 没办法 这里想点开都不行 再踹一脚 结束了 还转个圈圈 好哥哥 待会放你低下 这个已经看懂了没有 暗示 暗示 卡住 再转 一刀 好的 那应该是死追这边的勇哥了 勇哥 这边吃个水器 63的机子 好的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边就结束了 因为后面的话 大概率是要放487的 叫屁嘛 对吧 这个地窖肯定是有的 融融的话 就没见过他不放地窖的 那么487小果冻啊 卡梦幻鹤啊 不晓得有多开心 好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